歡迎大家又來到周庸周圍講節目 今天我們想講講香港的大勢 這個大勢為甚麼呢 尤其是因為自從前日 即是星期日 選委會選舉完畢 這就是香港行的三部曲 即是進行愛國者治港 即是第一次要連過三關 哪三關呢 就講講這個選委會選舉 即是前日那個是第一關 第二關是十二月 立法會選舉第二關 第三關就是三月 特首選舉就成為第三關 這三關過了之後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究竟中央所說的愛國者治港 成不成功 當然如果我們看回星期日的選舉 特別是新華社有個說話就這樣說 他說選委會 需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 成不成功 成功 如果你說敵志遠是屬於非建制派 那便有他一個 即是選到 其他如果你當敵志遠 其實都是建制派的一部份 那你基本上看回那一千五百個選委 因為牢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 其實是百分之一百 都可以這樣說 如果我們看大勢就說 選委會變了天 愛國者治港 掌握了位 我們接下來 就是立法會選舉 這又是一個很特別的情形 即是香港回歸了二十四年 大家想一想 還有三個多月 就是立法會選舉 大家完全感覺不到選舉的氣氛 因為大家可能看到 今天仍然在看國安法 拘捕了甚麼人 明天誰誰誰上庭 這個又可能是被判有罪又入牢 所以你看回這一次 大家看完選委會選舉之後 大家都可能很有信心 未來十二月的立法會選舉 基本上都是愛國者劃一 就是拿了位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直到今天為之 我們只是看到區議會 即是香港島的人 宣誓了 那你除了一個不出現 有七個是再被DQ的話 那你告訴我 你再做九龍 你再做新界 到時有多少人是可以出得來選的呢 這個反對派 其實老實說 站得來選的 我相信都是絕無僅有 換句話說 香港又是可能做得到愛國者治港 這個就是很大的要求 不是容易做到 但最少做到 但是又是一件事 如果我們大家看回前幾年的特首選舉 三月舉行 老實說剩下六個月 甚麼事大家都已經醞釀得很重要 大家可以說誰出來 誰出來 就算說了有些人說出來的 到時不是出來的 但今時今日特首選舉 是基本上消聲匿跡 記者在來不中見到林鄭又問她 你是否選 她又說我不說 都是這些 其實這樣看 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如果我們看回上一屆的選舉 曾俊華作為財政司司長 她是12月20日辭職參選的 即問你一句 你猜今年有沒有司局長 是辭職出來選特首 有沒有 沒有 今年是見不到有司局長 是有興趣或者有這樣的把炮出來 是參選的 好了 大家都知道特首不需要辭職 所以是否真的要等到12月 這個立法會選舉完畢之後 即是特首選舉才開始進入狀態 這件事真的很奇怪 即香港 大家可能過去我們做這節目的人 其實都說特首選舉 講到立法會選舉 其實是很牙倒時間的 即是很多人在說這些事 但今年真是平淡過平淡 真是完全不都沒有 大家只是看一看 民建聯獲得150多席 工聯會獲得76席 即是這個選委 你看看他們的比例 民建聯獲得10% 工聯會獲得5% 有多 即是你將兩個加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立法會的選舉 其實這兩個團體都應該很把 即是很穩定地有一個很大的代表性在 國安法之下 香港便便聊天 但這件事是好事 但有一件事都不得不說 即是前日的選舉 其實你就看到香港的效率 是否真是越來越差 即是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即是過去這年多 即是 自從有新冠肺炎之後 我們那些政府部門做事 是否真是慢吞吞差了 即是大家可以這樣看看 即是4889人投票 即是五千人不到 那選甚麼呢 其實一大堆的人 那千人裏面 有一大堆有千多人 已經是自動當選 那你即是說甚麼 總共是412個候選人 去選364個位 多少人投票 4800多人投票 那你告訴我 是要多久才知道 想都想不到 六點鐘 接著深夜三點鐘 才開始有第一個結果出來 去到尾 總共是14個小時 14個小時 14個小時 是甚麼 即是第二早8點鐘 即是完全搞定 那數甚麼 數364個選出來 那你告訴我 香港的效率 去了哪裏 為甚麼是這樣的 即是 是否我們走路打倒倒 即是 不要說其他事情 即是你不要說 你比內地更加沒有得比 但自己和自己比 那你也要問一句 為甚麼我們會差成這樣 如果真的知道那三百多人出來 為甚麼可能拖得那麼遲 即是你問我 我會說 你不要說這一屆政府 整個政府 是否真的做事越來越差了 為甚麼是這樣 為甚麼我們不是以往的香港 而是越來越差的香港 這個我特別要提出來 即是跟大家講一講 即是這件事 香港再不改 前海增大到一百二十平方公里 那又怎樣 即是你自己在搞甚麼 為甚麼香港這樣 唯有說法就是 是 因為政府 大家做事做得不好 上頭和底下的人 夾得不好 那麼下一任的特首 是否要全程改變 即是這個這樣的環境 如果不是的時候 香港去了哪裏 大小就不得不再講 即是地產商 或者某地產商 上一屆的特首選舉 曾俊華 本來是對梁振英 出資是對林鄭月娥 即是當時 泛民有三百多席 即是亦都這樣講 就是某地產商手上 有二百多席 加起來大家數清楚 即是超過六百席 所以才由梁振英退下 又轉了這個林鄭月娥 那這支歌仔 還不得唱呢 即是某地產商 還是不是這麼把炮 拿到這麼多票呢 那第二人 即是大家數一下票 看看人 發覺已經完全都不是這件事 因為很安定這樣講 那一千五個選委 加起來 就是愛國者佔票是最多的 那你既然沒有了這個泛民 即是反對派的票 那你地產商 某地產商 還有沒有可以爬文爬母 沒有了吧 那又隔多了四年 那大家都明白到 那個環境又是不同了 好了 那如果在這樣看的時候 即是香港 是不是可以 即是專心專意向前走呢 大家不需要憂慮 12月的立法會選舉 是會選出一些反對派出來 我相信這個是沒有什麼可能 愛國者治港 都是擺得肯榮 是佔絕大多數 但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我們還是要看 三月的特首 是誰去做 究竟我們是盡取 還是現在嘀嘀嘀嘀 大家 睜開雙眼 等三月的特首選舉 不是三月 即不是等到三月 而是最少等到大概11月12月 開始大家明朗化 究竟有沒有選 選舉會不會有人爭呢 還是一個人出來呢 大家到時等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拜拜 拜拜 大家看完片別走 記得按訂閱鍵 之後按旁邊的小鈴鐺 當有新影片就會通知你了